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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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好乾杯 我是小菜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 佳樂福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法式餅乾和甜甜 有的人他沒有注意到 加勒芙其實是法國公司 對 沒錯 他是法商 他是法商 然後他裡面有很多的歐洲或是說 中東各國的一些餅乾跟甜點 他進口食材很多 他進口食材很多 可能他也是法商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他的法式法國系列的商品 比較齊全 對 很多 中類很多 對 尤其是餅乾類 那我們今天就分享這些 好多 好多 其中還有一些是我們平常會常賣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整個開給大家看 走 來吃吧 來吃吧 開包裝吧 這盒子看起來好漂亮 對啊 這是什麼 法國的ST Michel餅乾 他有兩種口味 一組是三片 最有九片 這奶油香好香喔 真的奶油香很香 它上面還寫1905耶 這113年的餅乾 我們來試看看 而且它的奶油香味還蠻重的 嗯 然後再加上它有海鹽 對 它有一點點的鹹味 我給它看一下 巧克力長這樣 嗯 巧克力真的就有巧克力在上面 你看它的屁股 它的屁股 屁股的巧克力個顆粒 我發現它這個法國餅乾啊 都是 屬於不會過甜的餅乾 對都不會過甜 跟美式的餅乾比起來 沒錯 各位我們待會吃這些開完之後 我們會在開最後五項 是我們平常在買的 那這些 法國餅乾 我覺得有一個特點 就是 他們 甜而不膩 而且不會太甜 合法送 諾曼蒂 伊斯尼奶油餅 是伊斯尼奶油味 伊斯尼奶油非常有名 這一款餅乾 它上面有寫 它有使用伊斯尼奶油 那喜歡烘焙的話 大家應該會知道 伊斯尼奶油 把它打開了 我照慣你一定要紋塑膠袋 所以你知道那個塑膠袋很香嗎 這個就是我愛吃的那種喜餅的餅乾 對 對 像喜餅的餅乾 但是比喜餅的餅乾還要好吃 而且不會那麼甜膩 不甜膩 這個好耶 你馬上要去第二片而已 這個好吃 它難逃我的巴腿 真的很不錯 下一個 他們包裝長一樣 所以他們是同一家公司的 對 這個也是合法送的 合法送 這名字好特別 接下來就是 合法送 顧列塔泥脆 薄脆卷餅 薄脆卷餅 大家看一下 這個包裝 它包裝更加力高級耶 對啊 每一個都還包裝 分包裝包起來耶 它還是有碎掉 裡面是兩條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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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定好酥好酥喔 類似像這種的味化卷 裡面的那個餅會讓你覺得很膩 但它這個裡面是沒有內餅 單純就是 單純就是這個麵粉 奶油的香氣而已 喔 喔 這條給我 過來搶了 你看 療癒很薄 你看 而且它好 有 好多層 好多層 對 好下一個 我最期待的 把露露帶出來 露露 露露出來了 耶 我是看到它的外包裝 覺得超療癒 我才去買的 不知道好不好吃耶 小菜說兩種口味都一起帶回來 因為有一隻熊 對啊 看起來真的很療癒耶 大家看 但是裡面不知道如何 我們可以試試看 好我們來打開吧 也太可愛了吧 真的真的真的 你們是一隻熊 好可愛喔 它的豆宅 很可愛 而且好香 你看內餡這麼多 真的耶各位 對 它的內餡 還蠻紮實的 草莓耶 嗯 各位你喜歡吃蛋糕類的 裡面有一種 甜甜微甜的草莓 它蠻合適的 我覺得小朋友吃好適合 你講這樣沒有錯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小熊 它應該是專門針對小朋友的吧 不知道它有沒有特別寫 因為它都是法文 小熊夾心蛋糕 因為我覺得它吃起來的口感 小朋友很適合吃 好接下來就是第二排 這些就是我們平常常買的 好來小蔡先介紹 這是法國好媽媽的這個檸檬塔 小蔡喜歡的檸檬塔 對因為我喜歡檸檬塔 一盒會有九塊檸檬塔 喜歡吃檸檬塔的朋友可以試試 然後它外面的這個塔皮啊 就是它有點 就是烤得比較 焦香焦香的這樣 對 也是剛剛好的那種 剛剛好的 酸甜酸甜 嗯 然後又有很香的檸檬香氣 對沒錯 接下來這個 這個是法國 XTMichelle 迷你瑪德蓮蛋糕 嗯 它是瑪德蓮 對 瑪德蓮蛋糕 這個Dennis超愛吃的 對我們家Dennis 很喜歡吃這個東西 嗯 我覺得這一包真的是CP值超高的 全部都這樣 好多顆喔 還好 它也是屬於這種 鬆軟 對 然後氣孔的話 也是屬於綿密型的 它這個是杏仁的味道 蠻重的 嗯 所以如果不吃杏仁的朋友的話 可能就要考慮一下 對 這個就是我愛吃的 對 給大家看一下 乾杯 愛吃的 我愛吃的 這個是 這是 加補馬德蓮 厚酥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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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有沒有看到 很厚 很厚 有 我看到 它的那個香氣 有一點杏仁的味道 嗯 這個有點接近剛剛的那個 合法送的那個 伊斯林奶油 伊斯林奶油 這兩種都很棒 但是它比較脆 不要說 我小氣 來請你們吃 如果笑到的時候 已經會抖好笑 接下來這一個 看起來蠻不錯的 嗯 它這餅乾是超級酥脆的 它這上面有這個 糖 嗯 然後所以它吃起來就會 這個糖 硬硬脆脆的 然後甜甜的 那它這個愛心啊 就是這個酥 這樣一層一層一層的酥 所以吃起來口感非常好 嗯 很好吃 吃起來有點像奶油酥條 對 有一點耶 有點像奶油酥條 對 這樣大家可能會比較容易想像的出來 對 是巧克力餅乾 看一下 家府小精靈 牛奶巧克力奶油餅乾 這是一個笑臉嗎 對 這是俗稱小老鼠嗎 小老鼠 這是椰子樹 這是椰子樹 一小包 裡面有六片 它裡面的突然都不一樣 嗯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就是上面有一層巧克力 巧克力超厚的 對 超厚的巧克力 然後下面就是酥脆的餅乾 對 一下子 又在嘴巴裡面化開 它現在咬下去的時候是很脆 但是在嘴巴裡面很容易化開 然後你在吃的時候 同時那個巧克力 就跟隨著 在你的嘴巴裡面散開 這個餅乾不錯 還蠻特別的 你還在拍我嗎 對啊 我還在拍你 那你訂閱了嗎 大家訂閱了嗎 每一次都要被問的 我吃了十包餅乾耶 跟大家推薦那麼多 這麼多 你看沙巴那裡 對啊 然後桌上這裡還有 桌上這裡還有一大堆 你還不訂閱 都是好吃的耶 難逃我的拔嘴 真的 真的是拔嘴 對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然後也要分享我們的影片 對 然後記得按小鈴鐺 就會收到芯片通知 沒錯 好 有機會帶著去試試看 對 如果有去加熱谷光的話 就到進口食材那一區去逛逛畫畫 你也會找到你喜歡吃的餅乾 沒錯 拜拜 拜拜 這些手工餅乾其實也很適合當那個溫裡的小禮物耶 對 對 如果說大家有那個需求的話 可以自己組合變化一下 然後包漂亮一點 對 沒錯 那個小包裝啊 然後一些斷帶樣包起來 當那個 結婚 吃完喜酒的時候 那個小禮物 喔 我覺得手工餅乾很適合耶 對 真的是它又好吃 對它又很好吃 沒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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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